最近上海天气老有雷雨 今天上午本来晴天的 呆着呆着一下天黑了赶紧收衣服 最近都处于这种强烈的警惕状态 赶紧收衣服的这种状态 那大家就说这是不是盗黄梅 气象专家说 虽然一直都有雷震雨 但是这个天还不算潮湿 不算阴冷 应该说是属于夏天正常的气流活动 所以不能算是盗黄梅 盗黄梅就是指的是出梅以后 人的上海天气 它像梅与天一样的阴雨不断 但是从今天开始 其实一直都有雨 明天有雨 后天多云 大后天多云 再到七号星期六小雨 后面也是阴 阴有雨 真是夏天的风 七月的风 八月的雨 总有这些雨量在 所以从这个雷达图上面也看到 从这个太平洋上过来的这些云雨 它总是会在上海周边 或者就直接对上海形成一个直接的影响 事实上在这个季节里面 有一阵短时的雷雨 也是属于很正常的现象 所以晾衣服的人要当心了 人不在家就不要晾出去了 如果人在家也要随时警惕 一天一黑下来 一暗下来 你要赶紧把雨 把衣服收回来